幼儿园关闭三个多月之后 终于赶上了复工列车 明天起正式复课 雪狼的八生一家幼儿园 筹备一个多月 重新规划教室环境 详细的部署孩子 重返幼儿园的新日常 原方也调整了教学安排 未来几天专注教导孩子 该如何适应新常态 不过基于部分家长还不放心 明天出席率预计不到一半 在疫情还没完全消散的阴影下 幼儿园明天可以重开 条件是必须严格遵守 一系列的标准作业程序 让属于高风险群体的孩子 能安全回校 记者今天走访八生一家幼儿园 了解原方的重开规划 除了规定小朋友 必须佩戴口罩 自带手帕 父母把孩子送到校门之前 还得线上填写声明表格 证明孩子体温正常 没有出现染病症状 当孩子抵达课室之后 得先使用免洗消毒液洗手 然后再走到柜子 放下自己的携带物品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 而眼前这个隔离板 是在用餐的时候才会摆放的 避免飞沫扩散 所以从原本 比如说一般课室有25个学生 或者是30个学生的课室 我们必须要减到 至少去到可能一半 因为是要符合那个 社交距离的标准 所以我们也要重新再规划过 所谓孩子在坐在椅子上 就是要进行输血的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在地上 可以进行的游戏 所以这方面我们把我们的课室 可以是说翻转了 就是把它完全重新规划过 然后老师也在开了好多的会议 去思考说 怎样子让小朋友 不要有那个接触到对方的 那个机会 原方时刻和家长保持紧密联系 召开说明会 详细交代规划细节 原方预计 明天复课也只有 不过半的学生回校 但要如何让这群活蹦乱跳的孩子 乖乖遵守条规 原方坦言 这确实是一大挑战 而孩子也需要一段时间 适应回校后的新常态 就是把小朋友当作 他们是重新回来学校 然后我们把那个常规 变成所谓的疫情 SOP的规则来教他 所以我们在这连续三天 这个接下来这三天 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进行 我们应有的那个课程 我们会先让小朋友明白 我们需要他们所做的那个SOP 就包括了说 怎样上厕所 怎样子去用餐 怎样子洗手 怎样子去把它课本拿出来 然后不跟小朋友共用教材 不跟小朋友共用文具 也是全国幼教工会顾问的 谢永坤透露 有部分工会成员不想仓促复课 下星期才重开幼儿园 以便做好万全准备 也有部分位于疫情黄区的幼儿园业者 选择继续观望 等待情况好转 八度空间陈欣怡巴生报道